我们到这边啊 就要进行什么 客户拜访记录的一个基本的开发了 当然我们到这儿 先来干什么呢 先来做客户拜访记录的一些基本的准备工作 对吧 就是你得到这儿 干什么 去创建表啊 对不对 创建实体和映射呀 还需要呢 去创建相关的类呀 对不对 然后并且把相关的类完成配置 就是将相关的这些类进行配置 OK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呢 要来创建表 那这个建表的语句 咱们在第一天里面 是不是就有啊 那现在找到CRM 找到Sircle 然后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这个 叫Seal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拜访记录 然后注意啊 这个是啥呀 字符串类型的一个主件 对不对 然后这什么 客户ID 这个呢 就是那个用户的ID 用户的ID 然后这是拜访的时间 就拜访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 然后下边的这个是被拜访人 其实这个呢 你可以去掉了 可以去掉了 因为我们这边不已经有客户的信息了吗 对不对 这个你可以自断去掉 然后这有一个什么呀 拜访的一个地点 对吧 就是在哪 然后拜访的细节 这啥呀 下次的拜访时间 下次的拜访时间 然后这里边呢 你可以这么干 你这个看你最终需要往数据库里边放的那个时候 需不需要有 就是小时 这个呢 Data类型是只有日期的 没有时间的 对吧 Data Time是啥呀 是既有日期又有时间的 然后这个呢 你得自己去看啊 你们这个开发的时候需求是否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Time就给加上 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你可以搞个Data吧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来弄一下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键表的这个语句了 然后你可以直接从我的笔记里边 把这键表的语句呢 拿过来就可以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 先来把这个表创建一下 OK 到这儿来 建表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里边就又有一个表了 叫什么 Sail Visit 对不对 这里边现在还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表建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创建实体 还有映射呀 那么到这边 我们就到这儿 新建一个类 对吧 新建一个类 然后这叫什么呢 就叫Sail Visit 是不是这个呀 好了 那么我们到这儿呢 完成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客户拜访记录的一个实体了 这是客户 客户 中文怎么模式 客户拜访记录管理的一个实体 OK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啊 要来写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实体了 那首先 主件是什么呀 是VTHA类型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写给它 然后呢 这里边 注意这两个咱先不管了 这两个到时候在创建成啥了 就是那个对象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是日期类型的 日期类型的呢 我们就用Date 然后叫VTHA 注意这是UTO下面的Date 然后在下边是什么呀 是拜访的地址 对不对 是拜访地址 然后还有谁呀 拜访的一个详情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下一次的拜访时间 OK 当然这些是它的一些普通的属性 这里边还有谁呀 关联的客户和用户 所以说在这里边 对吧 我们的拜访记录所关联的那个客户的对象 那这里边你一定得分清楚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谁是一谁是多呀 什么用户是一 拜访记录是多 客户是一 拜访记录是多呀 那么多的一方放的是啥 是一的一方的对象 所以说在这里边你一定搞清楚啊 就是我们到这儿 你把这个拜访记录拿过来 把这个客户 还有呢 用户拿过来 看到了吗 是什么 是两个一对多 对不对 是两个一对多啊 然后 谁是多一定要搞清楚 多的一方我们要放的是 一的一方的一个基本的对象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边 就需要在这里边去放什么呀 一个是custom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拜访记录啊 对吧 他所关联的那个用户的对象 那下边我们就得到这儿 写个 然后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对他们生成相应的盖赛 对吧 哎 OK了 那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一个创建 啊 OK 然后现在你来考虑一下 就是我们干嘛呢 这个用户那边查询的时候 需要查这些拜访记录吗 或者你查用户 或者查客户的时候 需要查拜访记录吗 所以不用查 不用查的话 你那边就可以不用去放 他的集合了 啊 就可以不用去放他的集合了啊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来创建实体 啊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映射也创建一下 对吧 哎 创建 映射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这边的实体有了 到这边我们再来新建一个 sml 对吧 哎 新建一个sml 这个呢 我们就叫 哎 叫sail 对吧 visit 然后 然后 hbm.r 上面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映射写一下 然后呢 这里边我们需要把这个约束 啊 给他将过来 然后下边呢 就写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了 hybernate matching 然后这里边呢 class name 对吧 还有呢 table 下边呢 就是 id 啊 id里边有name 有column 然后下边是主件的生成策略 啊 然后 在下边这儿是 pocket 对不对 ok 那现在呢 好了 我们来写一下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类的一个全路径了 啊 就给他copy过来 放到这儿 然后这个表名叫啥呀 叫seal -visit 对吧 然后里边的主件呢 叫visit id 而且这visitid是什么类型的 字符串 所以说在这儿 你就 uid 就行了 然后下边呢 是访问的时间 对吧 然后在下边是访问的地址 哎 还有呢 访问的详情 啊 还有下一次的拜访时间 对吧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 他是不是剩下的是跟客户和用户的关系啊 那么到这儿我们就需要去配置与客户的关联关系啊 那么他是多的一方 他就得放什么 哎 mine 5万 对不对 然后这个属性叫custom 对应的class 哎 就是客户类的一个全路径 啊 这边呢 就是custom 然后后边需要放啥呀 外建 那那个外建叫什么呢 哎 叫visit-cast-id 对吧 这是跟客户的配置 当然还有一个是跟谁啊 跟用户的一个配置 那用户的配置 这是user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是 然后那个外建 叫visit-user-id 那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映射 哎 也都建好了 那建好了这个映射以后啊 别忘了 我们要把这映射呢 放哪下 哎 得放到那个sprint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打开 啊 啊 打开这 打开这以后呢 我们就到这里边 再来 复制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 sail visit 对吧 那映射 现在也交给sprint了 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 创建一下 其他的 这些类 并且完成 相关的配置了 那么到这边呢 好了 我们就到 这里边啊 来创建 就是service啊 DU啊 action啊 这些类啊 那么我们就先来 新建 DU了 那首先我们新建一个DU的接口 叫 sail visit visit 啊 然后DU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 就是 哎 我们客户 拜访 记录的一个 DU的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 我们现在直接让他干啥 哎 让他去继承我们的base DU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儿啊 继承 base DU 然后在这上面 是不是传一个 sail 哎 visit 是不是可以啊 这是我们的接口啊 然后来看实现类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类 啊 叫sail visit DU的 实现类 然后现在呢 给他添加我们的接口 哎 当然这里面 是不是还应该让他去 继承啊 继承谁啊 哎 base DU的实现类 然后这里面呢 也是写的 sail withit 然后下边这些方法 其实你都可以 不要 对不对 OK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客户 拜访 记录的一个 DU的实现类 OK 完成了 啊 完成了 那么DU我们现在已经写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 业务层 那业务层呢 我们就来新建一个接口啊 sail visit service 哎 那这个呢 就是客户 啊 客户拜访 记录的一个 业务层的 接口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写一个实现类 就到这边 新建一个 类 然后叫 sail visit 然后 service impl 然后在这里边呢 就添加 sail visit service 这个接口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业务层的实现类 啊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创建谁啊 创建 action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一个sail visit 啊 action 对吧 OK 然后我们现在让这个action呢 去继承了啊 这是 哎 客户 拜访 记录的 action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去继承 action support 然后去实现 对吧 哎 model 转稳 对吧 然后这里边是sail visit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到这儿 把这个 里边需要的那个getmodel方法 给它放这儿 然后我们需要手动的去 new一个啊 这是模型 驱动 使用的这个对象啊 然后下边呢 就是 哎 sail visit 啊 sail visit 对吧 等于new一个 sail visit 好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对象 直接给它 retend了 就可以了 对吧 那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这些类 已经创建完成了 那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们现在干嘛 是不是要把它交给saprime管理啊 对吧 哎 交给saprime管理啊 那现在我们要交给saprime管理的话 注意 我们的属性注入呢 咱们用什么 用注解 啊 因为咱们这个链集嘛 啊 到时候你们开发的时候肯定会统一的啊 那现在我们的bin的管理 交给saprime的sml 啊 然后我们的属性的注入 使用什么 注解方式 那这个时候怎么玩来的 怎么玩来的 哎 怎么做 那么这里边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干啥 要开启属性注入的那个注解 对不对 那那个注解叫啥来 哎 注意 原来我们这里边写个 contest 然后component scan 这是类上边都要用注解了 对吧 但我们现在呢 不用这个 用哪个呀 用哪个呀 哎 是不是这个呀 啊 对不对 哎 好了 别忘了 这个如果你要忘了的话 咱们是在 呃 saprime的我想想是第一天啊 这是IOC的 应该是第二天啊 啊 就是在Z02里边 那么你可以打开这儿去看一下 啊 我们这上面 这个不就是什么 扫描 类上那个注解吗 这个就是干啥 在没有扫描的 类的那个情况下 使用属性注入注解 也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对吧 那现在我们一旦把它打开了啊 那我们属性注入就可以交给谁了 哎 交给 Sprime的这个注解了 但是你的类的管理呢 还是有谁啊 哎 还得是由 sml来管理的 所以说到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到这儿 这时候来配着谁啊 来配着 就是我们叫客户 拜访 记录 管理的那些相关的类 对吧 那这里边我们需要配着谁啊 哎 B 对吧 ID 等于 咱们就叫 sale sale 啊 visit action 然后class 就是sale visit action 然后这边呢 scope 对吧 不如说 看 当然 它里边想要属性注入 一会儿咱们再 再弄啊 然后下边 是不是还得有 service啊 对不对 ID等于sale visit service 也是 sale visit service 的 啊 实现类 对不对 然后在下边呢 再来一个 du的 啊 id 等于 sale visit du 然后class呢 也是 啊 sale visit du 对吧 那现在我们需要 在action里边 注入service 怎么办呀 哎 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在action里边 你是不是得提供一个什么呀 哎 service 对不对 我们现在呢 要在action中 去注入 service 对吧 那原来我们肯定得写个sale visit 啊 肯定得写着它 而且还得提供一个sale的方法啊 这是咱们原来写的时候 你得在action里边提供一个sale的方法 而且提供一个sale的方法以后 我们就可以到这边使用啥了 哎 property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 注入了 对吧 然后这边是ref 然后sale visit service 是不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使用注解 使用注解的话 是不是可以 没有 再去方法 然后直接在这 写上一个resource resource里边 是不是写上一个name 等于sale visit service 就是你这边 给这service 取的这个id 对不对 ok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它 也怎么的 不要 对不对 我就把这给注了 看到吗 只需要定义类就行了 里边的属性注入 就可以交给注解去完成 交给注解去完成 好了 那这是action里边注入service 不需要sale的方法 那service里边 现在还需要干啥 注DU呢 那怎么办呀 那这儿其实也简单 对不对 那好了 我们到这边 需要注入客户拜访 记录的一个DU 那么我们就可以到这儿 写一个sale visit DU ok 那么同样的 我们直接resource name 等于sale visit DU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到这边 service里边 是不是也不用去写东西了 对不对 那现在关键的是在这儿 在DU这儿 DU这儿怎么办呀 DU这儿 注意 咱们之前也介绍过 就是你sml的方式 什么情况下都行 但注解的方式 有些情况是不行 就是啥呀 就是这个类啊 不是你自己去需要创建 就像我们的 这里边 他需要一个sansifier 那么我们想给他注入一个sansifier 那怎么办 先打开了 打开这个DU 那正常情况下 你是不是应该写个什么sansifier 然后加个注写 但这sansifier 用你提供吗 不用你提供 是人家在谁啊 CAMLINE的DU support里边 就已经提供好了 对不对 那我不可能在他上边 在人家圆码里边 去干啥 去加注解 你说这儿呢 还没模板 他又用到还没模板了 你不可能在这里边写i 你看我敲键盘都没有用 这圆代码的东西 你肯定是改不了 对吧 那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你就必须 在干啥了 就用这种方式注入 就得用这种方式去注入 或者是咱们后边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就是你得自己去定义 HABEN的模板 然后在你的这个DU里边就不继承谁了 HABEN的DU support了 然后你可以用注解呢 在DU里边把那HABEN的模板给他注进去 好了 那现在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类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咱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到时咱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模块的一个基本的开发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是关于呢 我们这一块的一个配置 因为这里边咱们用到了什么 用到了那个属性注入的注解 所以说这个AXER和Service呢 好